新政府即将上任 准总统蔡英文先前宣布 由智库执行长林权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竞选总干事林习耀 要担任政权交接小组共同招集人 外传新政府上任之后 他们三个人很有机会入阁 据传可能会担任行政院的政府院长 还有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 不过对于这样的传言 民进党是说政权交接小组 跟未来的人士并没有直接关系 距离520新政府上任 政政一步步倒数 准总统蔡英文已经任命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竞选总干事林习耀 智库执行长林权 为政权交接小组共同招集人 小英幕僚选后逐渐浮现台面 入阁的可能性又再度提升 钊燮他所负责的应该是比较偏 这个国防外交两岸这一块 因为他是他的专场 那至于这个林权的话 可能会比较偏向行政院 就是内政这一块 那至于林习耀的话 可能会比较偏重的是 总统府内的一些 比如说机密答案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文件 的一些交付 其实在交接小组消息曝光前 民进党内人士早就有传言 担任交接重任的人 不可能交接完就走 毕竟能在名单之内 掌握的可是攸关国家机密 跟后续执政的重要资料 因此外界也解读 林权接任格魁的可能性高 有地方行政经验的林习耀 担任副格魁 熟悉两岸外交事务的吴钊燮 则有机会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不过也有人认为 林习耀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驻美经验丰富的吴钊燮 接任国安会秘书长 都是未来蔡英文可琢磨的选项 他们三位分别是党部 之前进走的这个负责人 以及我们智库的负责人 是基于这个交接业务 希望能够顺畅的实际考量 并没有跟未来新政府的人士 有必然的关系 未来人士安排 民进党解释 纯属功能性考量 但从历任新旧政府交接小组的成员来观察 新政府上台后入阁 早在扁政府时期就有潜力 如今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 民进党对于政权交接也已经有经验 如何减少交接过渡期的政局混乱 跟未来新政府的新动向 全民都在看 欢迎学习胡人骑林之鹏王长龙台北 采访王